陳子豪是一種台灣的現代跳舞風格的代稱 又名炸裂舞 由台灣棒球的中性兄弟啦啦隊所創 簡單的動作卻展現一種道立之志的氣勢 一種壯烈及勇氣寫下的跳舞風格 那其實陳子豪舞動作相當的簡單 將右手彎曲平行地面 由左手的彈性屈伸 就可以展現炸裂的風味了 而陳子豪舞更是陽明國外 甚至在日本高中棒球最高殿堂 甲子媛的比賽上都能聽到那熟悉的陳子豪旋律 可說是為國爭光 陳子豪舞也在那之後快速擴散全球 變成一個國際性的舞蹈 而為了增加舞蹈性的多元性 在2023年的棒球世界經典賽中 我們更添加了沉浸風格的陳子豪舞 極欺詐獲青 簡單的動作微調及擴充跳舞的人數 讓陳子豪舞更加地斑撥 還記得當時帶動陳子豪舞洋民世界的 是軀軀 及果果兩名啦啦隊戰將 讓世界認識了這首《世界名曲》跟陳子豪舞動 以後如果有人問你炸裂陳子豪是什麼 你可以很自豪的說 陳子豪是一種台灣獨創的現代跳舞風格 不用再被擔心問倒 或是認為陳子豪是一個人 讚歎 子豪舞 讚歎 子豪舞 讚歎 你已經死了 什麼 抱歉 我拿錯糕了 總之陳子豪是一個台灣的棒球員 是忠信兄弟現在的主張外野手 啊他為什麼那麼紅呢 還不是因為群群 好啦 那我們這一集將進入我們主題 我們來看看陳子豪的故事 以及究竟誰是陳子豪 陳子豪出生於1995年7月29日 他是台東縣的阿美族人 小時候的陳子豪跟現在完全不同 以前被號稱是獸皮猴 而在小學二年級時就加入陸野國小的哨棒隊 開始棒球生涯的第一步 但是在四年級時就有足夠的power 能在哨棒賽中擊出拳來打 但小時候的陳子豪並沒有以成為棒球選手為目標 他打棒球僅僅是因為他覺得棒球很好玩 而陳子豪是在國中時 當時他們學校的總教練是前中職明星棒球選手 楊介仁 陳子豪才開始產生了棒球夢 想說能給這麼有名的球員指導 未來自己是不是有機會去打職棒 而確定把職業棒球當作目標後 陳子豪更加把進了精進自己的球技 雖然球技還不成熟 但把球極遠的天賦卻是十分的驚人 直到後來高中到了高院工商打棒球後 教練團也看上了他不俗的常打能力 在高一的時候就擔任隊上的先發成員 陳子豪也曾經透露過他爸媽給予的各種幫助 因為家裡並沒有那麼的富有 但家人還是打零食工 湊錢幫陳子豪買了棒球用品 支持陳子豪繼續打棒球 而在陳子豪高三那年 他與其他同齡的兩個棒球好手 被評為旅美機會最高的球員 持續受到國內外職業球探的關注 陳子豪的最大賣點是備手好評的打擊能力 及不俗的長打潛力 但因為本身速度不快 連帶影響守備時的接球範圍及判斷能力 長傳技巧也有待加強 導致其最終未能出國發展 說真的這個年齡層的選手真的是有著很高的天賦 因為另外兩個棒球好手 就分別是張育成跟真人和 這兩個最後都選擇旅美 而且在最後都登上了棒球的最高峰 美國大聯盟 張育成現在更是紅襪隊的主戰遊擊手 而就在陳子豪放棄旅美後 決定直接報名參加該年的中華職棒選秀會 2013年6月24日 在當年的高中生選秀會上 陳子豪在第二輪同時獲得兄弟相對 跟藍米狗桃園隊的指名 最終由兄弟中籤 並於8月31日選秀球員簽約大線前 以簽約金250萬新台幣的合約加盟 而我們知道一開始被選上的新秀 通常都會在第一點的成績練個兵 想說陳子豪應該會在二軍帶一陣子 想不到當時缺乏長大火力的兄弟相 是看上了陳子豪潛在的長大能力 直接在當年提前讓陳子豪獲得一軍的觀光門票 在兄弟相對於中華職棒的最後一場地形賽中 陳子豪以先發左外野手獲得生涯首次在一軍的上場機會 儘管沒有敲出任何安打 卻給球迷留下深刻的印象 並以18歲76天的年齡打破邱辛勇的18歲345天的紀錄 成為中華職棒最年輕初賽的紀錄 然而陳子豪並沒有馬上成為兄弟相的外野支柱 雖然在2014年陳子豪在個人生涯的第三場比賽中 敲出了職業生涯第一發全A打 讓他個人生涯的首安、首轟一起誕生 同時也打破了原本由張泰山保持的中華職棒最年輕開轟紀錄 但當時的兄弟相外野直分的滿 除了有常駐的周思琦、張志豪也有老將林薇柱 讓陳子豪只能當球隊的第四號選發 而陳子豪被高度評價的長打能力也遲遲沒有發揮出來 雖然球隊還是有給予不少的出場機會 但陳子豪相對還是打得有點掙扎 但在2016年事情也有了轉機 當時球隊找來了克魯茲 這個人擔任球隊的特作打擊教練 他發現陳子豪似乎埋沒了當時球隊看上他的長打能力 並鼓勵陳子豪勇敢地去全力揮擊 並在賽場上保持好心情 而經過一陣子的訓練 陳子豪也比起前兩年更懂得放開身手展現自己的優勢 開始在賽場上發光發熱 而這時球隊也因林薇柱老化 張志豪受傷的情況下 很缺外野的選手 天時地利人和 陳子豪正是成為了中信兄弟的主戰外野手 直到現在 那不得不說陳子豪真的是一個很優秀的中指打者 在站穩對上先發後 每一季都交出至少10隻全力打 我們再用另外一個數據來證實一下陳子豪在聯盟的等級 那就是OPS加 OPS加代表著上壘跟常打的評估 不懂的人可以想像成 今天聯盟的打擊火力平均是100分 而我考了120分就代表我比平均高20 通常OPS加有在120的選手 就代表這個選手在聯盟是個很優秀的打者了 而我們下面就是列舉陳子豪在2016年站穩先發後的 歷年OPS加 每年的火力都是優於聯盟平均的 甚至有好幾年都是載自己的成績 這足以證明他是在中華職棒極具代表性的一隊打者 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因為拉拉隊的加油哥才認識陳子豪這個人 但如今陳子豪也才27歲了 他未來的發展可說是一片光明 雖然十分可惜的是2023年世界經典賽 陳子豪音商缺席 但他的炸裂哥卻依舊在棒球場上發光發熱 就讓我們期待陳子豪能帶給宗旨更多的感動吧 而且只要他持續出賽 我們就有越多的陳子豪炸裂